非常棒 好 非常好 好 长得好看 动作跳得好 跳得好 好 对啊 长得好看 动作还跳得好 我们互相这块 我管他等一块我 他管我等一块 陈玉希或市井赛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 赛后采访时 两人谦虚表示自己表现一般 还称同步还要加强 而当提起搭档时 全红缠陈玉希赛后 互夸秒便向上现场 毫不吝啬夸奖 非常棒好 长得好看 动作跳得好好 7月16日 中国跳水运动员 全红缠陈玉希 或市井赛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 赛后采访时 二人先是对视一眼 随后进入互夸模式 相关视频在网上刷屏 两人谦虚表示 自己表现一般 韩称 同步还要加强 全红缠和陈玉希 姐妹秦深 共闯辉煌 在2023年福岗游泳市井赛 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 中国组合全红缠和陈玉希 展现出了无可匹敌的实力和默契配合 最终荣获了冠军头衔 她们的成功并不仅仅源于 过硬的技术和训练 更体现在她们之间真挚的姐妹情深和对彼此的互相赞扬和支持 赛后采访中 二人先是对视一眼 眼中透着相互理解和默契的微笑 随后 她们进入了一种独特的或夸模式 这种模式并非为了炫耀胜利 而是展现出了她们真挚的友谊 和对彼此的认可与赞美 全红缠首先开口说道 陈玉希的动作技术非常出色 每一次出手都准确而稳定 她的专注和自信 给予了我无限的动力和安慰 她深情地盯着眼前的陈玉希 仿佛在告诉全世界她对伙伴的赞赏之情 陈玉希微笑着回应道 全红缠的稳定性和气质真的让我很佩服 她从不言败 在面临困难时总能保持冷静和专注 这是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她的眼中闪烁着对全红缠的崇拜和敬佩 这种互相夸赞的态度 不仅展现出她们的谦逊与真诚 更体现了她们作为伙伴的默契和团队精神 在跳水比赛中 伙伴间的默契十分重要 而全红缠和陈玉希的默契 更是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 从赛场上的一举一动 到平时的磨合训练 全红缠和陈玉希的默契配合 可谓无懈可击 每一个动作都如行云流水般流畅 配合默契 竟显其精湛的技术和无限的潜力 她们相互兼默契的配合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了广大观众们的焦点与追捧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她们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 背后付出了无数的辛勤努力和汗水 通过每一次的训练和挑战 她们相互间更进一步 逐渐建立了不可动摇的伙伴关系 她们共同战胜困难 共同追求卓越 最终收获了属于她们的辉煌 正是这份真挚的姐妹情深 和相互之间的互夸与支持 让全红禅和陈玉希在市井赛上 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 她们的成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赞叹和喜爱 不少人表示她们记